日前西南汽流和卢壁台风外围环流 接连报道为中南部带来惊人雨量 其中大甲铁针山景观台 经不起连日来的豪雨冲刷 导致下方地基被掏空 其中一根支撑柱更是悬在半空中 一旁就是超过30层楼高的悬崖山坡景象触目惊心 而目前市府紧急拉上封锁线 避免民众误闯发生危险 从空拍视角可以看到 超过30层楼高的红土山坡大面积崩落 上方警铃悬崖旁的 正好是大甲铁针山的景观平台 如今地基遭到雨水掏空 其中一根支撑柱更是悬在半空中 景象触目惊心 头上你如果在我楼河 他就在我倒下 你不要走太坏 所以这是这次楼河倒下 对 这次楼河倒下 这次又倒下 这是这样的 当然如果是可笑 你现在都一直倒下 你路太坏了 因为这以前是比较过 现在一年一年倒下 然后就三四十年来 那这几年倒下 地方无奈表示 大甲铁针山过去就发生过 山坡崩塌的状况 尽管市府与中央曾多次 变列经费进行边坡整治 但这一次又因为连日抢降雨 导致警官台的地基又被偷空 地方民代也呼吁市府 应该全面检讨铁针山公园的排水系统 避免雨水再度透空地基 那排水你不解决 就会不断的看到 它就会找到一个出口 然后不断的从那个出口来宣泄 那从宣泄的过程当中又会摊发 又会造成这个土石 不断的松动流动流失下去 封管所这边8月8日第一时间就到现场这边做封锁线的封锁 禁止民众进入 那现在目前交由我们的顾问公司 再评估一些改善方法 由于现前的抢降雨 让山区土石含水量达到饱和 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崩塌 因此目前市府也紧急拉起封锁线 避免民众误闯 而接下来将邀集水利局与东市领馆处共同会刊 演绎解决办法 杰晨波罕台中超报道